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新地图啊 这个地图也叫不公平的一块地 你看这个地方可以选择,对吧 我选了一个箱子位 我有选了一个箱子位,看看他们 这边呢,选了游里国,你看到没有 这个地图还能选择游里国家啊 我选的是箱子位呢 我家里就会刷箱子,对吧 我觉得这个地图挺有意思的 这个地图跟我们平常玩的不公平一块地不一样 以前玩的就是随机,随到哪个位置就是哪个位置,对吧 这个是可以选的 可以选箱子位,可以选刷兵位 这个上面的紫色选了什么 紫色一出来两个基地 这边选了游里国,游里国那个版本我不太会玩,对吧 所以说我们没有选择游里国 这个上面的紫色它选择的是什么 什么位置我不知道,你看它一出来就可以造基罗夫啊 高科技都没有,它高科技都没有 还能造导弹船,哦哟 它这个导弹船跟平常的不一样的吧 它这个位置呢,好像是选了那个全科技啊 就是一出来的,它什么都能造 它基地一打开,什么都能造啊 它选择的是那个全科技 然后出了导弹船,你看这个导弹船跟平常的还不一样 这边炸我基地,只能把基地收动一下 它这个基罗夫来了,我们广快造防空 哎,造防空先守住基罗夫,然后打掉你的导弹船 再用海豚呢,把它的船长拆掉,我们广快造一点海豚 然后出一个间谍,准备去偷一下基地吧 先偷这个紫色啊,直接走这边拐过来 它有巨炮用磁能坦克吸收子弹 结果一过来,哎呀,被上面的游里改给空了 那个上面的小红呢,它选择的是游里改,对吧 一出来有游里改哦 这个地图呢,我也是第一次玩啊,也是一个新地图啊 这个地图名字呢,叫什么老旧版本的不公平一块地啊 这个地图我觉得挺有意思,可以自己选择对吧 然后呢,我们广快捡箱子,我选的箱子呢 这个等下到后期啊,我这个地方应该是钱比较多 因为有箱子对吧,可以一直捡 然后我们就造一点光临坦克啊 诶,给我造一点光临坦克,等一下用光临坦克捡 看看能不能捡到三星光临啊 先打上面的紫色,因为这个紫色呢,它是全科技 它什么都能造,什么国家的兵种都能造啊 我已经跟他结运了,对吧 他开局用那个导弹船,基罗夫整我 我们就造海军,先抢战制海拳 然后出两个船长,直接用航空母舰炸他 他也出船长,我们就用海船拆 他想用辐射保护这个船长,怎么可能 先拆掉船长,对吧 然后我们就用航空母舰炸他就行了 诶,捡了一个苏军基地 捡了一个苏军基地,先把苏军基地打开 诶,你又造船长,又造船长,我们就拆 下面的那个淡蓝色呢,他选择的是闪电核弹啊 他一出来有那个闪电核弹,对吧 他那个闪电核弹在打邻居啊 然后这边来了很多蜘蛛,这个紫色造了很多蜘蛛,没有用 你造蜘蛛呢,我就造光灵 这一盘呢,我是个法国啊,是法国 我们在门口呢,在造一个打炮 然后出三个船长 用这个海军呢,慢慢炸他,对吧 他等一下就守不住了,你看上面的小红 上面的小红是游里改位置 他也出了那个导弹船炸他,对吧 这个紫色呢,他出不来坦克啊 因为上面有游里改,他出一个坦克呢 就会被上面空 然后你只能造飞行兵 我们造个神盾,造个神盾 保护航空母舰 这样紫色呢,应该就守不住了 现在我们有三四艘航空母舰了 他基洛夫也进不来,我有这个防空了 但是我就是没有偷到极啊 我还是想去偷一下极 广怀造一个间谍车 这个间谍车呢,就走下面对吧 不要被那个上面空了 然后放间谍,放间谍,偷他的重工 先升个级,升个级以后他就守不住了 再用航空母舰炸他的基地 然后家里刷了箱子 广怀用光临弹个简,生异性 哎呀,这谁? 这个下面的弹然是,看到我造了很多海军 对他有威胁,你看 他来了好多好多的海豚了 你看,来了这么多海豚 我造了航空母舰,导致我的海豚不多了 我这个海军好像拼不赢 哇哟,你看这么多小蝌蚪 这个海豚有一点多呀 我们只能把航空母舰停在岸边上对吧 用这个光临坦克搓他 你只要靠近我就会显行 显行的我的光临坦克就会搓他 你看到没有 这下不行了 这个当然是他有两个超级武器对吧 他选择的是那个闪电核弹 看下面的倒计时 他的闪电核弹还有三分钟就要好了 这不行了 这个制海拳又丢了 等一下他的超级武器好了 一个核弹一个闪电炸到我家里来 我瞬间就飞到解放前了对吧 所以说我们准备进攻了 广快进攻把光临坦克拍过来 已经丢了制海拳 等下他会出航空母舰 他除了坦克杀手 但是我有光临 你这个丢人杀手有什么用 我们用飞熊坦克挡在前面 保护光临对吧 用光临搓他 用光临搓他的坦克杀手 把他坦克杀手搓掉了以后呢 他就守不住了 他家里有很多电线杆了 但是电线杆没什么用 我这个光临坦克呢 是他电线杆的克星对吧 然后下面的那个核弹 你们看他的核弹倒计时 还有几十秒钟就要好的对吧 广快打他的电场 不打电场他核弹就要炸我了 广快拆电场 他还有二十几秒十几秒钟 没有电了你看 十五秒钟发射不出来 然后打掉高科技 防止他造航空母舰 这样这个弹蓝色就守不住了对吧 你造这个坦克杀手 这坦克杀手哪里挡得住 这坦克杀手都叫丢人杀手对吧 他这个没有电了 核弹发射不了 把他核弹打掉再打掉兵年 然后他就收不了 哎哟他死了还会爆出舍利子 你看到没有 爆了九个箱子 趕快把这个箱子捡了 然后现在我们的钱比较多 因为我选的这个箱子位 这个箱子位的我感觉经济非常好 你看到没有 一直刷箱子我们可以一直捡钱 然后看看上面 上面那个红色在跟那个橙黄色打对吧 这边的粉色在跟绿色打 他们都在两两对决 我们先走到这边来捡一份箱子 你看这个地方有一个人死掉了 爆了九个箱子对吧 把这个箱子一捡 哎呀我捡了好多钱了 你看 我这个箱子位感觉很有钱对吧 然后上面那个红色的有油力改 他有油力改的话我们不太好打 哎呀这边我刚才把紫色带走了 这个地方爆了箱子我都忘记捡了 管快过来把这个箱子捡了 哎呀越捡越富你看捡了很多钱了 然后这个红色的有油力改呢 他老是会控我的坦克对吧 他在跟橙黄色打 我们不要干预啊 我们准备去打下面的粉色跟绿色啊 然后造一点飞行兵 因为那个油力改呢 等一下过来的话 我们有飞行兵可以对付他的油力改啊 这边这边粉色呢 我也不知道他选的是什么位置啊 这个粉色的好像也是选的刷箱子的 我们过来先打粉色对吧 我有这么多光临坦克 他的光临坦克在打那个小鱼啊 我们准备过来签个价 哎我这个存款相当多啊 相当多我们就全部造飞行兵 全部造光临坦克 然后把这个防空车派过来 他有四个基罗夫对吧 这基罗夫飞不进来啊 我这个防空有个七八个就够了 先打他的基罗夫 然后我们先把小绿带走 因为小绿已经没有基地了啊 他已经是个废人了对吧 只要打死他以后呢 他就会爆出舍利子来 等一下我们可以捡他的箱子 直接冲过来扫掉巨炮 扫掉巨炮 然后扫他的滇场 把他两个建筑一打他就没了 没了以后爆的箱子 往快捡箱子 你看这个地图 我感觉呢只要你打得快 别人自爆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捡他的箱子啊 越打越负 以战仰战对吧 然后就剩一个小粉了 这个小粉呢 他也是箱子位啊 你看他家里也刷了箱子 没时间捡对吧 我们先用光灵坦克跟他对错 你是三星 我也是三星光灵 但是我有飞行兵 看到没有 有飞行兵助攻一下 他的光灵坦克打不赢 但是他门口有个大炮啊 我的光灵坦克不敢上 飞行兵呢就自杀性的袭击 直接换掉他的大炮 只要你没有大炮了 我的光灵坦克就可以上了 所以说这个地图呢 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啊 你们感兴趣可以去玩一下这个地图啊 这个就不像那个 以前我们玩的那个不公平的一块地 老是随机对吧 有时候你想玩哪个位置啊 老是随不到 这个呢可以出来 自己选 想玩哪个位置 选哪个位置 然后他没有巨炮了 就守不住了 我的光灵坦克就可以冲进来 一路横守对吧 先戳掉他的基点 然后他造了防空 造了防空 打不赢我的光灵坦克 直接点死他的光灵 然后我就可以捡他的箱子了 所以说这个箱子 我感觉挺有钱的 基本上不差钱对吧 然后把家里的光灵坦克派过来 他出了这个 航空火箭啊 但是没有用 我提前在水里面 出了很多海豚啊 因为我的钱比较多 你看我一直造海豚 这个海豚呢 可以点到一百个 以前我们只能点三十个对吧 你看我那个建造栏 光灵坦克海豚都可以点到一百个 可以疯狂的造 然后我们先把他的建筑全部拆完就行了 不用打他的航母 也不用把海豚派过来 直接拆完他的建筑呢 他就死了对吧 然后又爆出很多舍利子 我们广快把他一剪 剪个火力 剪个三星 你看闪闪发光 这么多三星光灵 然后我们又把中间的矿给守住了 你看我家里 我家里刷了这么多箱子 哎呀这个也太有钱了 这辈子没打过这么富裕的账对吧 管快剪 剪都剪不过的 然后上面还有两家 上面还有两家呢 我们准备过去签个家对吧 先把家里的箱子剪了 你看剪着剪着又有六七万了 再把海豚呢 钓上来 先抢占制海群啊 万一等一下坦克没打赢 我们有海军优势 还可以造航空母舰对吧 但是这个红色家里有两个游里改作证 我这个光灵坦克还不能靠近他 先把他这个船厂拆掉 你看我的海豚拆船厂 一显行就被他的游里改空了 你看到没有 这两个游里改作证呢 还不好整 我这个飞行兵上的话呢 他提前做好的准备 他造了很多这个苏军的防空 你看造了很多防空 保护这个游里改对吧 我这光灵不能靠近 一靠近就被他控了 飞行兵又不敢上 那么怎么办呢 造海军也不行啊 他游里改的射程呢 比航空母舰还要远 所以说呢 我们就准备把大炮延伸上去 对吧 我直接造大炮过来 如果我不是法国呢 我们可以延伸电信杆了 反正我有钱 我可以造电信杆 造到他家里去 对吧 这个建筑呢 游里改是不能控的 游里改只能控坦克呀 我把巨炮造过去 只要把它游里改整死了 我这个光灵大军 就可以往里面冲了 我这么多光灵 然后我们继续捡箱子 你看 你用坦克打我的巨炮 你的坦克死掉了 你没钱造呀 他选的是游里改 一出来有游里改 对吧 你是个游里改 你没钱 你这个经济很差 然后我们用飞行兵 打他的防空 反正有钱 再甩一个大炮 只要把你防空整完了 我的飞行兵就可以上 没钱了 继续捡对吧 你看 这个钱基本上发不完 继续捡 然后我的光灵差不多造了100多个 但是我造巨炮的速度比较慢 我造巨炮的速度比较慢 我们就多造点基地 等一下基地也多了 巨炮是秒造的 巨炮造到你家里去 你怎么办 你看他没钱了 他没有钱了 开始卖那个防空炮了 把防空炮卖了 把游里改缩在后面 缩在后面有什么用 我继续往你家里造 但是这个时候呢 我也没钱了 你看 我什么都造 海豚飞行兵 基地车 巨炮 什么都造 导致我的经济也不好了 但是没事 等一下家里又会刷箱子 刷了箱子又可以捡了 先走了这边来 把这个上面的 橙黄色带走 但是他们一看 自己没钱了 你看他没钱了 拔现投降 对吧 你这个我巨炮 马上就招到你家里去了 你拔现投降 然后那边刷了箱子 我懒得去捡了 准备打这个游里国 这个游里 游里国呢 这个是游里版本的 我对游里国呢 不太熟悉啊 我们直接冲了 我也懒得管了 对吧 我这么多光灵 你还能挡得住 你看 他守不住了 这个光灵太多了 所以说这个地图呢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直接把他带走 可以自己选择 想玩哪个位置 选哪个位置 对吧